明太子是福光,當然 當然 福光 明太子 當然 當然 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到我們身後的 這間叫Yamaya的公司 Yamaya是什麼公司呢? 他們是一間專門出產明太子的公司 明太子在日本每一年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產業 而我們身後的這間Yamaya 它是全日本第二大的生產明太子的公司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進去裡面 看看他們的工場 究竟是怎樣去生產他們這麼好吃的明太子 我們現在為了進入這個明太子工場 我們現在是要穿到全身 好像進去的那些生法液機 生法液機實驗室 快幫忙 我們今天拍這段影片 不知道會不會給大家感覺 好像小時候看了一些日本風情畫 話說回來如果有些觀眾年紀太小 不知道什麼日本風情畫的話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到這個日本的明太子工場 去到參觀他們究竟是怎樣生產一些好吃的明太子 這裡是阿西市在家裡進入的 タラコ 明太子是唐辛子 調味液的食材是明太子 原料 明太子是明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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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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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剛剛就在明太子工場,參觀完工場 我們來到博多車站下面賣土產,賣手信的地方 剛才我們在工場,參觀完的明太子 我們就在前面可以買到明太子tube 明太子tube,可以這樣擠出來 這個很方便,媽媽買什麼? 抹茶漬け,抹茶 也不是買了很多 他買了整個紙皮箱這麼多東西 這些全部是冷凍的明太子 這些我們是在這裡買了之後寄給媽媽的婆婆 大家看見吧 謝謝媽媽,謝謝 謝謝 今天這條影片真的是一個明太子的特集 因為福光和博多這裡出名就是什麼呢? 就是出名明太子 明太子叫福光,of course 欸這是什麼我還有,說什麼我 ㄉㄥ蝴蝴蝴蝶 嘗嘗這個剪功的玩法是 你點了一個Soft Cream之後 你可以在水果裡選擇兩種 旁邊的其他食材可以選擇三種 你放在上面之後 樣子會很漂亮 所以這個是近來在福岡這裡 很多女生都喜歡來這裡吃Soft Cream 吃之前要拍照 拍照要放上Instagram 所以Maisa都覺得 我們來這裡是正確的 這邊呢 我們有另外一些食材可以選擇 我在想一下 上面有明太子 是明太子的辣醬 我要多加一點 在工場裡也試過 很辣的這個Yamaya醬 它這個很有趣 甜和辣混在一起 是一個很有趣的味道 好吃 我們身後的這間店 其實有東西賣有東西喝之外 其實拍照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大家看看我們後面這些位置 坐在這裡拍照是真的很棒 是 是 好像你們兩個人這樣 不斷在這裡拍照 很漂亮啊 這裡 真的 其實只不過是一條店都是街 現在很漂亮 我們今晚吃飯 我們吃的Course 我們是吃這個 人氣到你 這個 Takumi 這個Course 一個人是4000Yen 豬的子宮 真的沒吃過 這個 豬子宮 不是應該用荷蘭豆來炒嗎 不是應該用荷蘭豆嗎 為什麼不是荷蘭豆 為什麼不是 很多動物的內臟 會有很大股酥味 不管是什麼動物 內臟東西 通常都很大股酥味 很大股動物味 那些不是酥味 那些叫野味 很野味 但是它這個煮得很爽 好 這個人呢 好貪心 把明太子放上炸雞 上面吃 贅沢 明太子配這個炸雞 我們下一道菜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這個 這個是馬刺身 馬肉刺身 豬的小腸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豬腸呢 我經常都吃 但是豬小腸 在香港吃的那些是豬大腸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豬小腸 嗯 沒有什麼動物的肉 很野味 挺好吃 挺好吃 好像挺爽 嗯 我喜歡吃 好啦 我們今天呢 我們傳一日呢 我們這個明太子之旅 我們才到處理紙 但是我想說呢 我們今晚這頓飯呢 一個人4000日圓 是真的便宜到 沒得頂 真的便宜到 我們還要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是有這一盒的 這個手信可以拿走的嘛 其實都值大概是1000日圓左右的 那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今晚這頓飯呢 我們一個人只是給大概3000日圓 如果你不喝酒的話 很便宜 3000日圓 真的 真的200港元 還有一個人 兩個人加起來 都應該四塊幾水 就是如果你不算 這盒東西的話 怎麼可以做到呢 我真的想不到怎麼做 很便宜 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當然 很便宜 很便宜 對啦 所以大家呢 下次來福光的話 而你又喜歡明太子的話 今天我們這個旅程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先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有美的下面留言 我們下部影片就先到此為止 拜拜